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我是陈一 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心肌假睫毛的贴法 关于假睫毛的分享呢 其实之前也做过挺多的 那今天呢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那种一簇一簇的 现在很流行的仙女毛的贴法 除了仙女毛呢我也补充了一些 我平时会用的像现在这种比较日常放大眼睛的 这种太阳花睫毛的感觉 但是因为我自身的睫毛很短嘛 大家都知道我的睫毛就属于那种又短又细又软 反正很难定型 接睫毛虽然很好看 但是可能定期就要去补啊什么就很不方便 我之前有分享给你们烫睫毛和接睫毛的方法 今天的这个心肌假睫毛的贴法呢 其实有结合之前的接睫毛的一些方法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选假睫毛 你们看一下我这一盒 这就是我工作室的一部分 然后还有家里有非常多 家里起码有两盒这样的睫毛吧 我给你们先介绍一下就不同的睫毛 像这种这种就是属于那种架接型的睫毛 它是一根一根的夹接到你的睫毛上的 接下来呢像这种 这种呢就是一根一根的一簇簇的毛 这种毛我觉得是最难粘的 然后粘出来它的毛流会比较假一点 虽然它也是淘宝搜索非常靠前的名次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不适合新手吧 除了刚刚的那个以外呢 还有很多是这样子的 像这几种呢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几种呢可以看到是这样子几根在一起的 这种呢相对刚刚那种呢会更好操作一点 像这种毛呢因为它有不同长度的 一般我们眼睛会用到八九十十一十二这种 这种一合一合的话就需要买个四五合这样子的 如果你是想要试试看的话 我建议你们可以买这种混妆的 还有这种这种呢价格比较便宜 而且相对更好操作一点 它旁边有辅助的小绒毛 而且它的梗根是平的 看到它这个底边的部分哦 是有一个平的小横截 然后就非常好夹非常好粘它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买来 就是接睫毛的时候用的 这个非常的自然 接出来的效果呢是那种自然浓密的感觉 就很好看这个 你看我都用了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那睫毛的部分呢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呢就是胶水 每一款你自己平时用的 不过敏的胶水就可以了 因为我非常容易过敏 所以我只对这个不过敏 其实任何的你习惯用的假睫毛的胶水 都可以粘性稍微好一点的 如果你有买这种小垫片呢 你就可以把胶水放在小垫片上 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会送这种小垫片 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 你觉得弄在手背上就可以 就很好操作 那关于镊子的部分呢 接睫毛会用这种尖尖头 非常尖头的这个镊子 这个镊子其实我觉得新手来 用来贴甲睫毛的话还挺不安全的 新手的话其实不一定需要买 如果你想要接下睫毛的话 这个可能还可以 但是这个真的非常的尖 用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像这种圆头的这个小夹子 我觉得用来贴睫毛也挺方便的 因为它是圆头 睫毛真的很细小嘛 所以你不小心它也不会戳到自己 如果你没有买这个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家里的眉夹 大家应该都很习惯用眉夹吧 眉夹可以夹的比较稳一点 你的手应该会比较听话 不容易抖 那工具的部分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面我们就开始接睫毛吧 看一下对比真的是差很大 下面呢我们就先开始夹一下睫毛 画一下眼线在刷俏睫毛 下面就正式开始咯 如果有垫片的话就把垫片贴在手上 然后把胶水涂上去 可以多涂一点 这种收尖款的睫毛呢 要从上往下去取睫毛 沾胶水的时候呢 可以整个推进去 再把底面的胶水脱掉 假睫毛是粘在真睫毛的内侧 所以底部的胶水一定要脱掉 要不然就会粘到下睫毛 就这样一粗粗粘好就行 那像这种下面有梗梗的睫毛呢 就从下往上去取睫毛 跟刚刚的取睫毛方式是相反的哦 用一样的方法去取胶水 记得底部一定要把胶水脱掉 然后也是这样子一粗一粗的给它粘好 这个睫毛会更好操作 在空隙处可以再填上这些绒感的睫毛 一样的方式去沾取胶水 尾巴的部分一定不能流胶水哦 然后也是一粗一粗的给它 粘到睫毛根部就可以了 这种一粗一粗去剃的睫毛呢 真的可以超级自然的放大双眼 眼下睫毛呢 可以用眼线笔轻轻的给它画上几根 看一下两边都接好的效果 是不是超自然超美的 真的很适合我们这种没有睫毛的人 如果你的睫毛条件比较好呢 也可以单促的指甲接几根 粗略的画一下 你们大概感受一下 就是这是素颜 你们可以在上面指接几根 可以用收尖的毛来接 就是比较仙女毛的一个夹接效果 也可以接的密一点 就是11 12参叉的接 也可以9和10这样子参叉的接 它会比较自然 像我视频里接呢 就是这种甜的比较满 但是出来的效果呢 就会比较密集一点 反正这得自己感受 接一接就会有自己的风格 那今天的视频分享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要三连哦 拜拜